我 龙甲凌文 原来藏在她的身体里 玉潼 把她给我 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你识破我又怎么样 我现在就杀了你 难道这就是 龙甲冥兰的力量 孤宣静 孤宣静 你是谁 你是谁啊 你找他干吗 我是孤大叔的好朋友 我找他有急事 你还在用碱子 我这样想想 那你可能会给你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依然又是拼忧 你自己想想想 就把你来 那我给你 我可能就拼忆你 我 pit定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那你这就是 我骄傲 宛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你怎么了 你把它给我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 我就杀了你 站住 把东西给我 给我 老婆 你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记住 是你杀死了我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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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 是你杀死了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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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了 刘敏杀人了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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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你没有杀人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好 来 召唤之术 刘敏出师 古玄境失踪 巫女接二连三被杀 种种迹象表明 迎浩天已经启动了暗黑神召唤之术 血月之期很快就要到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当务之急 是要先找到这几样东西 不过 爸 牧尘刚受过重伤 我的身体又大不如前 情况很危急 爸 我没事 用过血腥之后 伤口已经痊愈了 嗯 我曾经去找过邓若真 她曾经是林立 最强大的巫女 可她家里已经人去楼空 我记得她有一个女儿 我算出 她就在这座城市 我会去找到她 那个女孩 会不会是冯与彤 来 亲爱的 早 你谁啊 卖棋 你怎么又变样了 没大没小的 你该叫我妈咪 你这次去美国 花了多少钱整容啊 才花了二十万而已啊 二十万 嗯 你疯了 是美金 爸 你看他 你是不是最爱我了 好了别闹了 回房间吧 爸回来了 你看他呀 好了好了 你别管 我有话话的书 爸 爸 家里有这么两个女人 你也挺不容易的 你爸 最搞不定的就是这俩女人 你看我这还有事 得赶到研究所 儿子 交给你个任务 看着他俩 别让他俩闹事 我得先走了 快去啊 快点 不是 爸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 别办麻烦事都推给我呀 爸 爸 姐 我 我跟你说两句 你别这样 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 我把她当金妹妹 她可不这么认为 可是她也挺不容易的 从小父母双亡 既住在我们家 才这么过分依赖老爸的 而且我们的妈妈走了那么久 都可有Maggie照顾老爸 怎么 有话好好说 这里没你的事了 上去 别打架啊 只是那样子 看来 你不吵了 我genommen了 再结束 哎呀 occasional 贵你 别打架了 你做了个目的 还能不能把你 好 真是 你可太怕了 你别打架了 估计 你就这样 你而已 我知道你是嫉妒我 因为你老爸现在最爱的人 是我 我嫉妒你 从小到大 所有的人都当我是公主 我现在 还是个要什么有什么的大明星 你从头到脚 有哪一点值得我嫉妒的 你全身上下都是假货 这点我还真是嫉妒你呢 我假 你比我更假吧 当年你出车祸毁容 不知道动了多少手术 才变回现在这个人样吧 你别以为你是明星 我就怕你了 你再漂亮再出名 那个邝牧尘 还不是照样甩了你 你